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伯 今天要跟各位說一個 幽靈口罩的故事 嗯?那上次不是說過了嗎? 上次的幽靈口罩可以說是錢賺 今天要跟各位說的是 真幽靈口罩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3月5日我帶著我的健保卡 就被去血池 為了避免飛了鴨子打了蛋兩頭落空的情形 這次我晚上7點半就去排隊 開玩笑的 我的武器笑耶 晚上9點開始發號碼牌 我大約8點20左右到 隊伍就已經大排長龍了 其實有點擔心買不到口罩 但是在我後面的人也排得很爽 於是呢 我就寸命裴君子給他排了下去 關你屁事啊 這次排隊 國泰民安 風調與順 我拿到了84號的號碼牌 也就意味著 在我後面的16人 又或者是更少的人都沒有辦法拿到口罩 因為有些人是領兩份的 所以如果前面的人都是拿6片 我可能也拿不到 3月5號之後呢 口罩已經可以一次領3片 且之前3月2日的單雙號機制也已經取消了 只要持有健保卡就可以領 各位你們一定覺得很奇怪耶 我已經領到了口罩 為什麼標題還是幽靈口罩啊 聰明的你們怎麼可能這麼蠢呢 前面就有提示了嘛 因為後面沒領到的人才是今天的主角啊 全部變成幽靈 沒有領到口罩 全部變成幽靈 沒有領到口罩 各位啊 如果你們有迫痴的笑出來的話 就麻煩留個言點個讚 如果你有偷偷的微笑了一下 就麻煩按個讚 留個言 如果你沒有笑的話 就麻煩點個讚 留個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